第四季节目 新的剧情中常义被纪云河捅了之后坠崖 好在被空明给揪下 而纪云河被仙师抓住 并且仙师还把纪云河当成了要人 而顺德仙姬发现了这件事 于是纪云河的噩梦就开始了 他不断地折磨纪云河 就是为了发泄叫人逃走的耻辱 然而这件事连他的弟弟天君都看不下去了 天君找到了顺德仙姬 结果却被顺德仙姬给斥责了 而之后仙师出场 他表面上对天君尊敬 实则在独自面对天君的时候 却非常的不客气 当天君说要将顺德仙姬接回天庭的时候 仙师甚至于有一种胁迫的感觉 若不是后来雷泽河非连神君赶到 只怕天君真的要危险了 而天君离开了天师府之后 却去昔日自己原神孕育的菩提树之下 本来他已为菩提树之内 有柱上一任天君留下的神兵利器 他想要得到神兵利器 从而对付仙师和顺德 但可惜的是他动用自己的力量 菩提树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反而是一声憨声引起了天君的注意 这声音是何须神君发出的 只不过天君说明来意 表示想要对付仙师的时候 这位何须神君却老神在在的 非常淡定 和非连 雷泽完全不同 天君独自留下和何须神君下棋 何须神君表示天君在忌惮仙师 其实仙师也在忌惮天君 并且他还回忆起当初他和天君在人间将金莲送给空明 还表示世间知识皆有缘法 何须神君给人的感觉就是高深莫测 非常的不简单 这位何须神君将金莲给了空明 而空明就是按照金莲的指引 所以才找到了长翼 由此可见 这位何须神君给空明的所谓机缘 无疑就是教人长翼了 而且顺德先机后来为了对付长翼和纪云河 居然派人封锁了东海还杀了焦王 也就是长翼的父亲 长翼准备复仇 并且还准备前往北境 联合妖族对付顺德先机以及先师 由此可见何须神君早就预料到了如今的事情 所以早就布局 也就是说长翼就是天选之人 何须神君就是想要让空明找到这个所 为了天选焦人去对付先师和顺德先机 如此一来 天君根本就不需要直面顺德先机和先师 而且长翼不是一个对权力有欲望的人 他想要的只是复仇 之后解封东海 所以何须神君不用担心先师和顺德倒下之后 又来一个人压制天君 只不过先师真的被何须神君算计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原著中先师之所以不在长翼 在北境崛起的时候就把他灭了 就是他纵容长翼如此 他要的是天下大乱 要的是为天下人伴丧 祭奠自己的师父宁熙宇 所以说长翼的崛起其实很大 一方面是先师纵容的结果 所以说何须神君虽然早就布局 但其实也有先师在推波助澜 长翼成长为北境尊主 顺德的厄运就要到来了 期待后续剧情的更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